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假死药了 想必温时初的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吧 不想甄嬛和果酱在一起 同时又想让甄嬛幸福 我祝你好 但不想祝你们好 多谢 别谢我 我只是怕欢儿身陷苦海 还是多谢你 我崩溃了 我真的要崩溃了 我不仅要看着你们在一起 还要帮助你们在一起 你别谢我 该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全家 也就是这钥匙拿给甄嬛吃的了 钥匙给果酱要吃的 温师叔高低得掺点砒霜进去 别假死了 我直接给你一步到位 让你少走几十年弯路 你下马怎么那么不小心 好好的斗篷就给割破了一块 我想着四日都没来见你了 下马就特别着急 一件衣服嘛 不知什么 牵下和横耕铁的二人 眼下活脱脱就是一对小夫妻的样子 你看 像是香粉 这是温太医 配了假死药 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 等这一切全都圆满了 皇儿 到时候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前文提到 甄嬛和果酱王私奔必然困难重重 但二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盖过了理智 即便再难再险 也还是要试一试的 当年梁山博与朱英台 就是在此告别 一一眷恋不舍 所以原本很短的桥 也显得特别长了 伤离别之情 古往今来 都是一样的 我才不要做什么梁山博和朱英台 他们一个枯架 一个兔鞋早亡 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 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 怎么说不是一语成衬呢 蔚来甄嬛枯架 果酱王吐血早亡 此时的二人没想到 蔚来他们也与梁山博 住英台走上了相同的结局 优优独之然 优独之旅